快过年了,县议员赖燕雪 日前在仁和社区关怀据点 办理牛嘎饼DIY 参与的社区民众们十分踊跃 因为长辈们的齐心合作 完成整个牛嘎饼的制作及包装 让长辈们都十分高兴 连关将近 左岸关怀协会的这个据点呢 特别举办一连串的DIY活动 跟我们的连结 跟我们的长辈一起来欢度这个新年 所以今天特别安排我们的老师 教大家做我们的牛嘎饼 我手中这个牛嘎饼 完全都是由我们长辈 亲自DIY做的 加上我们的包装 送给我们长辈 带回去能够吃甜甜好过年 同时呢 在做牛嘎饼的东西 我们这些长辈的相心力也特别有 可以在那里做 里面开工 里面破刀 大家都说是做到非常欢喜 在这做的当中 无心中就帮助我们的长辈 让他们能够动动手 也能够动动脑 同时呢 也训练大家团队的一个默契 牛嘎饼的制作过程 需要共同合作 社区民众都表示 很感谢赖议员 让大家有机会动动手 动动脑 又可以吃得喜气洋洋 我经常来参加 左岸服务团队的DIY 那我非常感谢呢 我们的左岸团队的理事长 赖燕雪议员 他非常的用心 能够让我们社区里面的相亲 能够动动手 动动脑 然后大家就今天来做牛渣糖 过年大家就带回去吃得喜气洋洋 而且可以回去再做赠送给亲朋好友 感谢理事长赖燕雪议员 今天让我们做牛嘎饼 特别让孙子吃 大家都很欢迎 现议员赖燕雪 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 让长辈们彼此之间有互动 而且DIY牛嘎饼是 自用送礼两相宜 所以燕雪议员 特别率领着左岸团队的 所有的志工伙伴 以及我们人和礼 今天也亲自由礼长总干事 带队亲自参与 将近有30几位的一个礼民 也融入在里面 他们都觉得非常的开心 我想这个活动呢 可以多举办 一方面是让我们的长辈 能够常常来这边 透过这个平台 能够互动之外 过年的时候 能够带到丁丁的牛嘎饼 还是雪Q饼 对你做单楼 真的是自用送礼都两相宜 参与的社区民众们 一边DIY一边聊天 现场气氛和乐融融 民众都感觉十分开心 现议员赖燕雪期望 年结到了借此活动 让大家吃甜甜过好年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